那时候有一大群人聚在一起 还有从各城来到耶稣跟前的 他就用比喻说 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 撒的时候有的落在路旁被人陷怕 或者天上的飞摇把他吃了 有的落在石头地上 一长起来就枯萎了 因为没有水分 有的落在经济中 经济一长起来把它窒息了 有的落在好地里 生长起来结了白贝的果实 他说完这些话就大声说 有耳能听的就听吧 他的门徒问他 这比喻有什么意思 他说天主国的奥秘 只给你们知道 对别的人就用比喻 使他们看却看不见 听却听不懂 这比喻的意思是 种子是天主的话 那落在路旁的就是指人听了 魔鬼随后就来到 从他们心中把那话夺去 使他们不能信从而得救 那些落在石头地上的 就是人听了 高高兴兴地接受 但是没有跟 暂时相信 一旦遇到试探 就站立不住 那落在经济中的就是人听了 走开以后就被挂虑金钱和生活的义乐 蒙蔽了 结不出成熟的果实 那落在好地里的 就是人用善良和诚实的心倾听 并把这话保存起来 横行实行 而结出果实 基督的福音 基督我们赞美你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让我们花几分钟 一起听天主的话 刚才讲的 三种的比喻 他们大家很熟悉 种子落在不同的地里 它真是现在 此时此刻 天主在撒种 天主在说话 我们在座的 谁给谁 我们的心准备的程度不一样 有的像石头地 没办法长 有的像草葱 凉进去 最后结果是一样 也长不起来 有的是好地 在这儿我请你们注意几句话 有一种地 就是很硬的 落在路旁 人来了 捡踏 或者天上的飞鸟 把它吃了 耶稣自己怎么解释 他说那落在路旁的 就是人听了 魔鬼随后就来 把那话夺去 让他不相信 要不 我请你们 在每次 听到你以前 来望弥撒之前 坐在这里 先祈祷 你看教堂里面 都有圣水池 不知道你们 有没有这个习惯 一进来 先带圣水 花圣号 什么意思 求耶稣 以他十一架的得能 从我心里 驱逐那些 扰乱我的魔鬼 影响我静下来 心灵安静的 那些黑暗的东西 天主不喜欢的东西 因为我到教堂里来 要跟耶稣相遇 我要听他说话 一会儿要领身体 从我们进堂 在路上 我们就开始 静默 一边走 一边给耶稣说 主啊 一会儿我就 到堂里 听你说话 我一会儿 要领你 到我心里来 到我家里来 然后我的心 开始准备 就像我记得 有一个 小孩 以后成为 一个大先知 结果他小的时候 天主跟他说话 他的老师 告诉他 你就说 主 请你发言 你的仆人 在这儿 静听 我听着呢 但让我们每次 来教堂的时候 无论这个路多长 在路上 我们就不说话了 不是东家长 西家短 两人叽叽喳喳 一直到了教堂门口 进来 坐下了 在等着神父 上台的时间 我们还在讲话 那你怎么能够 听进天主的话去 你们说能不能 听进去 听不进去 因为在这儿 有很多别的噪音 在路上 我就开始说 主 请你发言 你的仆人 在此静听 刚才在读福音的时候 读圣经的时候 我想每一位 读经员 今天我们 这位老师 读得很好 每一次 读经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 不一定 教堂里 有一个习惯 就是让小孩们 读经 也不一定了 在这儿不是 练习读经的机会 平常在家里读 带着一家子读 这个可以 教堂是礼仪 要尽量的 从我们的教友当中 选拔 读得最好的 而不是 没小孩 随便拉一个上来 你今天就读吧 我没读过 没关系 你就来读吧 结果 句子 念不成句子 感情 带不出感情来 大家听了 都不懂 因为他自己 就不知道 读的是什么 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 这个 每个教堂的负责人 我们选 什么样的人读经 没有年龄限制 没有性别的限制 谁读得好 谁来读 因为这涉及到 是天主的话 不是在这儿一个表演 谁上来在这儿读一读 这个过程过去了 不是 是天主的话 作为一个读经员 什么样的人读得最好 每天在家里读圣经 每天他渴望天主的话 养活自己 就像饿了 就像吃东西 渴了一回来 就像打开冰箱 拿个冰糕 渴都不行 我真想吃 每天把工作放下 读一会儿圣经 这样的人 你知道天主的话 是那么美 每天我在家里都读经 然后来唐里读经 一读就会把别人带进去 因为天主的话 每天营养 他自己读的时候 他里面不只是 一个字也没读错 而是带着一种 对天主画的爱 会激励别人 影响别人 而且在我们读经的时候 你看特别神父 要读福音 我们会画三个十字 在额头上 然后在嘴上 再一个在胸口 有很多人会画 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 会画这个神号 这个就不知道怎么画 这是三个十字 第一个十字在额头 为什么 额头象征着我们的大脑 我们的理性 我要听天主的话 我求耶稣保护我 让我明白 是这个意思 让我明白 不是人在这 我愿意听 愿意听懂 其实有好多 有文化的人 在听圣经 读圣经 他都不懂 他就觉得 哎呀没有意思 看会儿电视 上会儿网 这个有意思 一个小时 很快就过去 你让他读经 他读不懂 可是一些老人 不识字的 你们知道吗 不识字 一本圣经读完了 读了一遍又一遍 哎 最后认识好多字 没念过书 本来不识字 为什么 越读越懂 越读越懂 就上瘾了 离不开了 每天必须读经 为什么 他们读懂了 你看读经 读懂读不懂 跟文化 没有多大关系 你喜欢不喜欢 一个爱的人 他喜欢这件事 他就会钻研 他就会往身里走 他不喜欢 文化再高 他不喜欢 连想都不想这个事 是这个 要不我们画 这个十字的意思是 求天主帮助我 我愿意懂 你让我懂吧 第二个十字 在口上 让我今天懂了 我能够宣讲 我能够讲给别人 因为天主的话 帮助我 我愿意 把天主的话 对我周围的人说 告诉他们 让他们帮助别人 有很多人 为什么一辈子 你让他说没 一说就成 你让他做生意 很会讲 你说你给我们讲点道理吧 我们在口上画十字 但愿我的口 常常讲天主的话 我告诉你们 有很多次 我自己的经历 有时劝别人 劝好多 这个人不动心 可是偶尔出来一句话 圣经上的 天主的话 一下子 这个人就被 站住了 一下子就被吸引了 有 最后讲了很多 就那句话 留在他心里 因为那是天主的话 不是你的话 不是从你来的 要不 我请你们 每天读圣经 网上这么方便 每天的读经 今天虽然没有弥撒 好 我读读今天的圣经 读完之后 读一遍 读两遍 最后剩下一句话 放在心里 这一天 常常的念 这一天 无论你干活 无论你走路 无论你休息 诶 常常想着这句话 一句你喜欢的话 你懂的话 吸引你的话 让你感兴趣的话 就记住了 每天一句 每天一句 就像 每天 我们吃很多东西 剩下一些 诶 在我们身体里 成为营养 天主的话 也那么多 我就要一句 就够了 常常想着这一句 这个是在口上 画十字 然后第三个十字 在心上 天主的话 不只是叫我明白 也不只是 让我讲给别人 让我心里 记住好 能去生活 去实行 我要做一个 有心人 不是前边听 后边望 阿姓 不讲得挺好 一出堂门 忘了 要想实行 我们必须牢牢地 记在心里 然后放在生活中 可惜当时教会 就让画三个十字 为什么呀 这三个 大概 天主三位一起 画三个 以后是不是 再加一个 在脚上再画一个 出门 出门以后 别忘了 走到哪儿 我记着 活出福音来 我要实践福音 脚踏实地地 活出福音 你睡觉的时候 可以在脚上画一个 明天我起来 能活出福音来 也很好 所以在这儿 就是这句话吸引我 很多 我们读过圣经 神父讲过道理 没了 是不是这样 听过很多 结果没了 什么都没记住 没留下 魔鬼把那话夺走了 你们相信吗 要不我们来到教堂之前 在听圣经之前 听道理之前 祈祷 求天主保守我的心 像那块好地 接受这个种子 千万不要让魔鬼夺走 我想今天你们记住了吗 准备你们的心 可不要吧 王弥撒 读圣经讲道理 当成一个程序 反正一会儿就过去了 然后要领圣体 领了圣体就够了 不 天主的话 也是天主自己 热罗尼摩是一位 特别研究圣经的圣事 他说 你们掉一块圣体 你们赶紧跪下 知道 把它拿起来 这是耶稣的身体 为什么神父读圣经 讲道理 你们却不听呢 那也是天主自己 圣言成了血肉 天主的话 现在要到你心里 那是天主自己 来到你心里 给你安慰 给你力量 你却不听 他说这就不对了 对圣经 对耶稣的身体 这是一个态度才对 那我就讲到这里吧 本来还有别的 我想多讲一些 可是 我想够的 今天晚上提醒大家 对天主的话 应该有的态度 让我们成为那块好地 不要是都是石头 都要是草 这个话都进不来 不成为那块好地 好好地听 好好地实行 阿们